Hello 各位, 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今天我會帶大家來一個位於港佛交界的漁村仔 輕輕地遠離城市的繁梟 這個小漁村的名字叫北區漁村 正常來說, 九成的廣州人和佛山人都沒有聽過這裏 更加不會說是來過 但其實這裏是位於港佛的交界位 你說它有多交界? 你看看這裏, 對面就是潘瑜 乘巴士的話, 去西朗和南海的城區中心都是幾個站 交通來說其實是很方便的 這裏是北區漁村 其實真的很小很小 在以前呢 真的可以說是一個被遺忘的地方 被人發現 主要是因為來地的網絡比較網紅化 一個可以有那種漁州漫長的感覺 其實是幾多人關注一下 在這裏拍照, 鋪上網 其實是會吸到幾多粉和讚 而通常你去這些地方 都會比較遠離市區 這裏拍照 這是魚村仔 它交通較近 所以就會引到很多人過來 既然說這裏是魚村 很小的樣子 這裡有一堆船,一堆捉魚的工具 這裡有一個避風港 翻風下雨,晚上捉魚回來,船就會停在這裡 社交媒體的照片多數是在日落時拍攝的 很多人都拍得很漂亮,一手就有 看到這裡的小漁船其實不太大 因為這裡的漁民通常是在外面捉 那條河是花底河,基本上不會出到主港口很出的地方 你看看這裡,這裡就是漁村外面的河堤 看日落是挺漂亮的,挺有氣氛 特別是,這裡有一條高鐵橋 這條高鐵橋是一個很大的,比較大型的工程 屬於貴港鐵路的高鐵橋 在南站那邊開過來的,來不時就有高鐵經過 趁著日落去看,其實真的挺有感覺的 在膠外看到這些景色,整個人都會很鬆 好啦,今次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喜歡,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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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